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把房东的那个整离子电视给挣了 我们之前刚搬进来的时候不是有那个电子机还有那个电视柜吗 所以我那感觉这个这两个地方这个电视也不常看 还有那个茶几 他那个电视柜也是比较大 就感觉有点占地方 所以跟那个房东商量之后呢 我又把那个茶那个电视柜还有这个电视打算给清了 相当于是扔了吧 也就一分钱也没要就给那个搬家师傅了 那个搬家师傅说现在这个东西不值钱 以前没看电视了嘛 摆给人家都不要 结果到今年的时候我们反而想买一个电视了 为什么想买一个电视呢 因为觉得用那个投影仪总觉得看电影还是比较麻烦的 每次都把这个东西再弄出来 你要看完之后再把它放回去 感觉很麻烦 所以觉得买一个稍微大一点那个电视吧 所以就在那个小黄学上看了一下 选了一个50寸的一个液晶电视 换了我好像是350块钱 然后再加上我这个从去打车回来 大概也得一个380块钱左右吧 后面我都买了一个电视那个支架 总共加起来大概得在400块钱多一点点 但是我看了一天之后我发现我的眼睛有点疼 我在想那个是不是这个液晶电视没有那个等离子电视好啊 因为之前看那个狂标嘛 说那个等离子电视比较贵 然后又去百度查了一下 结果我发现那个等离子电视还真是挺好的 等离子电视有个优点就是说 你打游戏的时候它这个延迟低 然后看那个球赛的话没有这个脱颖 因为等离子电视的原因是它有很多那个显像管 它每个显像管都是单独发光的 所以它那个耗能耗能比较大 就是功率比较大 就是耗电非常耗电 一就是这个等离子这个就是由日本单独去掌握 那个掌握 他没有把这个专利用给公开嘛 然后很多人只用那个专利就特别贵 所以通过后面那个夜间电视 这个把这个设计场给普及开来之后 等离子电视这个市场慢慢收掉了 然后在时间之前等离子就完全 就完全完全那个不干了 所以现在从网上 你网上收 已经找不到新的那个等离子电视了 你只能从那个小黄一上找一个二手的 但是小黄一上二手 我这个等离子炒的也挺 踩的也挺也挺高的吧 因为这个它有它的一个独特的优势嘛 所以我挺后悔 当时把那个房东那个电视给卖了 好像礼拜里好像差了好多钱嘛 因为那等离子电视还是一个名牌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松下的 看着挺旧的 还有很多那个按键 当时也没有比较大意的 当时不是没有那个电视剧嘛 后来有那个电视剧之后才反映过来